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是主播大雄 乌军战报更新过去一天 俄军损失1160人 9辆坦克21辆装甲车42套火爆系统 2套多管火箭系统 3套防空系统39架无人机 2枚巡航导弹54辆运输车 1套特种装备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报告 乌克兰军队撤出了伯格罗夫斯克附近的阵地 以避免俄罗斯军队的包围 8月22日 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州伯格罗夫斯克市东南部的部队 已经撤离了该地区的阵地 避免了被俄军不断推进的战术包围 俄罗斯军队的重点仍放在乌韩东部 俄军在哈尔科夫州进攻失败后 在伯格罗夫斯克方向投入了他们拥有的一切力量 伯格罗夫斯克是支持乌军在顿涅茨克州行动的重要后勤枢纽 8月15日 俄军在该方向黑进制的距离是较约10公里 乌克兰将伯格罗夫斯克的居民全部撤离 此后俄军继续加强了进攻 尽管受到重大的损失 但俄罗斯军队仍能逐步的接近伯格罗夫斯克 乌军在库尔斯克不断的取得进展的同时 俄军在伯格罗夫斯克也有进展 战争研究所称 俄军最近在伯格罗夫斯克方向上的进展 似乎促使了乌克兰从该市东南部的有限阵地撤军 俄罗斯军队未能实现他们在该地区从战术上包围乌克兰部队的明显目标 报告援引卫星照片显示的位置 俄罗斯军队已经占领了郊区一个村庄和卡利夫斯克水库东岸的剩余部分 负责防御的乌军第59旅发言人告诉媒体 部分部队已经从该地区的阵地撤出 以保护军人的生命 美联社22日报道 乌军新兵训练不佳 是乌克兰无法胜任某地区防御职位的一个因素 俄罗斯军队在顿战斯克中缓慢但持续的取得进展 最近几周 伯格罗夫斯克和托里斯克前线首当其冲的受到俄军的攻击 8月23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里斯基通了电话 拜登在乌克兰独立日前夕 宣布了一项新的援助计划 拜登没有透露新援助的金额 只是提到他包括防空导弹 反无人机装备和反装甲导弹 前线士兵的弹药和移动火箭系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告诉美联社 想乌克兰提供的新一批援助价值1.25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声明称 美国加大对俄罗斯制裁 包括60多家俄罗斯技术和国防公司 这批公司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证明称 俄罗斯已经将其经济变成了克里姆林工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工具 世界各地的公司 金融机构和政府需要确保他们不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工业供应链 美国还将目标对准俄罗斯的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 以及参与俄罗斯金属和采光业的实体 开战第一天 俄电视台组织人和专家讨论几天能把乌克兰打投降了 11天还是3天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协调员科比向美媒透露 美国正在向乌克兰讨论增加美国原武武器 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深度 这条消息很重要 如果乌克兰获准原武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纵身目标 俄罗斯境内情况将急速的演化 对乌克兰前线影响很大 摧毁俄军后勤基地 使其丧失进攻能力 美国表现越坚决战争结束越早 白宫还是太谨慎了 拿出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决心 第一年就结束了 发动战争的人是最贪生的 他们都有敦敦银 享受惯了人上人的生活 发动战争的原因也是怕失去权力和生活优越感 战争贩子不让自己子女上前线 也不敢去前线视察 证明了最安全时表现很勇敢 危险的地方一步不敢去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米哈耶尔 谢金将军的女儿 扎多里娜最近发布了一张 她在欧洲度假的照片 并称欧洲旅行是她和家人的传统 去年在法国 今年在西班牙 据报道 其家族财富高达数百亿隆布 在欧洲国家有大量的豪宅和豪车 值得一提的是 加多里娜的现任老公 是大帝的小女儿的前夫 扎马洛夫 反西方 驻西方 是忽悠家的传统套路了 23日 挪威政府发布声明 挪威将为基辅提供其防务技术 并资助在乌克兰 由北欧弹药公司开发的 15毫米炮弹的生产 挪威方面表示 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由于基辅的合作伙伴的 苏联口径的122毫米和152毫米炮弹 互存短缺 乌克兰已经全面转向北约标准的15毫米火炮 弹药制造商纳姆默与乌克兰签署了一项协议 允许在乌克兰许可生产15毫米炮弹 乌克兰部队将更快的收到弹药 快讯 俄罗斯罗斯托夫 油库大火还在燃烧 八天八夜了 火势不但没有得到控制 已经向油库附近蔓延了 俄当局调取大批的消防人员和设备 被附近着火的民居进行灭火 哈尔科夫方向的俄军开始跑路了 今年5月初 俄罗斯趁美国援助中断的利好 在哈尔科夫北部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 就在俄军几乎完全控制边境小镇 沃夫·昌斯克之际 美国众议院排除了共和党民粹的干扰 援助于5月17日到达前线 第二天战局就发生了变化 俄军在该方向的进攻逐渐的退潮 前天俄军在沃夫·昌斯克附近 发动了一次有规模的进攻 也是虚晃一枪为跑路阳攻 俄军哈尔科夫战区指挥官最近表示 俄军正在从哈尔科夫调走人力和装备 重新部署到了库尔斯克地区 俄军的主力跑路 被包围在饲料厂内的俄军残雨成了孤儿了 此前他们靠俄军远程火力支持 无人机输送吉亚现在断买了 乌军战机开始对饲料厂 俄军轰炸 内里的战斗要结束了 这么多天我一直不解 俄军被包围在饲料厂两个月了 内里不像马里乌贝尔钢铁厂有地下公司 乌军竟然一直没有歼灭他们 不可思议 从库尔斯克最新的局势图看 乌军在库尔斯克 苏曼东部取得了推进 前天俄军在该方向有反攻行动 乌军后撤一段距离 灰色地带增加 新的局势图显示 乌军又夺回了灰色地带 俄军反攻没有取得成功 8月23日是俄罗斯瓦格纳公共军头目 普里格金 跪积死亡一年的日子 在圣美德堡 当地居民纷纷向普里格金 和乌特金的墓地献花 俄乌战争期间 我认为最会表演的 诺夫就是普里格金 只是长相说话像硬汉 更甚的是 叛乱者竟然相信事后免责 智商高过了开工没有回头见 印度总理莫迪访问基辅 印度一直被外界认为左右逢源 出访基辅也是左右逢源的一部分 印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 西方制裁俄能源以来 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的石油 省了数十亿美元 当然也让俄罗斯挣到了维持战争的经费 俄罗斯袭击基辅儿童医院的第二天 莫迪正与大帝会面并拥抱 斯林斯基当天发文 莫迪访俄是对和平努力的毁灭性打击 令人感到极度的失望 莫迪访问基辅 双方各有什么收获 我们做一次分析 俄乌局势正在发生转变 俄罗斯向输的方向倾斜 印度不会看不清这一点 左右逢源的人往往在最后积极战队 乌克兰重建是一个投资的机会 印度想从中分耕 另一方面 印度有可能通过第三方向乌克兰出售俄制武器 该国从海外购买的武器装备 60%以上来自俄罗斯 俄乌战争中 人们看到了俄式装备的贬值 小算盘打得批批响的 印度可能想淘汰一批俄式装备 通过第三方转卖给乌克兰 俄罗斯没有真正的朋友 即便是印度那样做了 俄罗斯也不会与印度闹僵 乌克兰能收获外交 使俄罗斯外交空间更狭窄 左右逢源的印度至少不会导向俄罗斯 印度未来可能在乌克兰和平方案上签字 然后再从俄罗斯那里捞点好处 外界在莫迪到达基辅前分期 他在那里会提到自己的乌克兰和平计划 其实就是为莫斯科传话 但没有发声 只签署了一些合作协议 印度不会是聪明的三个 美国说印度是走钢丝外交 就是我们说的奇强外交 满腹都是能否占便宜 莫迪不可能从乌克兰那里找到近期好处 但可以作为去俄罗斯那边找好处的筹码 2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 今天我们的新武器首次投入战斗 这是世界上最新的一款导弹无人机 感谢开发制造商和我们的士兵 我们的新武器击中了敌防目标 敌人很难知道被什么击中的 俄罗斯媒体报道 乌克兰无人机推毁了 沃罗涅日地区的一个大型的弹药库 无人机的携弹量与过去不同 威力近似一枚导弹 资料显示 乌克兰无人机导弹 就是一枚可控的巡航导弹 操作员可以远程遥控 视频最后 向一位捍卫世界和平的国际战士表示致敬 36岁的德国退伍女兵 戴安娜萨维塔在乌克兰前线阵亡 全面战争爆发前 萨维塔在乌克兰工作 开战后加入国际志愿者军团 在一次救护受伤战友时 不幸重担牺牲 国际志愿者军团指挥部发文称 乌克兰将永远记住你 我们的战友 我们的英雄 戴安娜萨维塔 永恒的荣耀